好,大家好,我叫水玉,是一名程序员 这几年我们这个群体很受关注 好像35岁的程序员面前就只有裁员这一条路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还有劝退啊 35岁确实是一道坎 上一次我的老板他也问我 水玉,你今年是不是34了? 我说,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 明年我就36了 现在的职场真的是太卷了 我在想,我要是被他们给卷走了 我就去当保安器他们 看别人加完班,然后对他们说 小伙子你今天下班有点早啊 我才刚上班呢 我也要PUA一下他们 给他们制造一些焦虑 偶尔呢,我也拿个电脑 那之后坐在那个保安室 一定要坐在那个靠窗那个边上 让他们看到我写的代码 然后啊,肯定会有人走过来说 你这写的怎么全是bug 我说对啊,但是我不用改啊 那现在的那个互联网他裁员呢 都不叫裁员 说得非常好听 叫优化 毕业 那我觉得呢,也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既然公司这么用 那我们就要去学会适应 上次啊,我老板他说 水月啊,你把你之前写一个程序 给他优化一下 啊,我当时就把它删掉了 那天我就差点毕业了 然后我们公司晚上 那九点之后下班是非常普遍的 主要是因为啊 我们九点之后有那个打车报销 和夜宵补助 那其实我是一般不会被这种 迎头小利所诱惑的 我都如果八点五十九分 我把我的活干完 我八点五十九分准时就走 我很想成为一个公司的反卷斗士 老板第一次让我加班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我也不想 那老板说 就这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那我就相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 加班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那现在的零零后啊 才是真正的反卷斗士 之前有一个那个 零零后整顿职场上了热搜 那花式怼老板 比如说老板一个周三的方案 那周一他就想要了 那零零后就会问老板 你是活不过两天了是吗 看着那是真的是解气 不过我们这种老的打工人 都是当爽温来看的 我们不敢 零零后被裁掉了 还有七零后会养他们 我们八零后被裁掉了 七零后又不养我们 而且就是他们裁的我们 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除了老板还有客户 有人说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老是重启电脑 因为其实重启 它就是能解决80%的问题 而且重启的时候 我们还能摸摸鱼 泡杯咖啡 是吧 但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波程序员 不断优化那个开机速度 以前最少还能拖两分钟 现在的开机时间 只要五秒 我是真的非常羡慕 以前这些老的程序员 从前时光很慢 重启也很慢 一天只开一次机 然后很多现在的公司 都喜欢学互联网大厂的管理方法 什么以前的KPI 到现在的OK 那么KPI是绩效指标 OK是目标和关键成果法 不好好干业务 老是发明一些没用的词 心思都在这个上面 结果是公司没了 OK还在 这真的是YSY 有啥用 回过头来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 很少有身体好的 我每年的体检报告 基本上都是报表的 然后我那个医生 拿着我的体检报告 就跟我说 你这个体检指标 要是一个50岁的人 那我觉得反正 他再撑个十年也就算了 我也就不跟他多说什么了 但是你不一样 你只有35岁 所以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我听得整个人头都麻了 我立刻打断医生说 医生你千万别乱讲 我今年34 明年36 然后呢 经常也有这个职场的新人 问过我说 打工人 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 那我觉得 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呢 打工是一定要打工的 这辈子可能都是要打工的 那工作呢 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并不是全部 所以没有必要 把自己燃烧到100% 我觉得燃烧个70% 80%就够了 但是工资 肯定要按100%发的 硬要发120%呢 我也接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水域 非常好 鞋走也好 坐得好好 舒服 因为大老好 谢谢水域 刚刚这段脱口秀呢 也很轻松地击败了 全国98%的脱口秀演员 很不幸 剩下的2% 全在我们公司 接下来上场的呢 就是刚刚也频频提及了 那个忽兰 本来是程序员 后来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脱口秀 从此就少了一个 可有可无的程序员 但是多了一个 对脱口秀行业 举足轻重的艳员 带着全行业理财啊 忽兰 以一己之力 让脱口秀演员们 在收入最高的时候 陷入了低谷 导致我们这些人 现在是吧 在大环境 因为疫情 也陷入低谷的时候呢 竟然已经有种 适应的感觉 让我们掌声有请换 李大安碎碎念 没事一会儿 再给你推荐两只好股票 很开心很开心 在这录节目 但实话实说 我其实更想去隔壁朋友 去录说唱 巅峰对决 怎么没我 那很谢谢啊 谢谢 真的感谢青岛的朋友们 收留我们 我们之前的确也来得不多 对吧 还有青岛的朋友们说 说这时候想起我们青岛来了 早干啥去了 不是 早不让出来啊 能出来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来青岛了吗 对吧 真的太难了 真的我们得互相理解 都瘦了 太难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真人秀 三个月了 我们就秀出来了一起 我们都不应该叫怎么办偷偷秀专场 我们应该叫怎么办怎么办偷偷秀专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职场嘛 你看了第一期就知道 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设定也是一个职场 每期选两个主任 七个平民 七个平民 主任轮流坐 就整个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过家家似的 就是 我现在管你叫会儿爹 等下 等下你再管我叫 对吧 都过过瘾 只有智盛当真了 来这儿过观瘾来了 智盛说 你得理解我啊 哥 我是山东的 山东锦宁的 锦宁 你们不喜欢 不光喜欢听谐音梗 还喜欢看短视频是吧 真的 而且我们不说这个节目 节目都是虚构都是秀的吧 我们公司的真领导是其实挺好的 就特别好学 总出去上课 什么没用学什么 取之糟粕 弃之精华 之前就学那个互联网公司 喜欢给那个会议室和员工起花名 命名的规则 基本就是老板的喜好嘛 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室名称都是各种酒 已经很感激老板了 没拿酒名来命名我们 没管我们 叫威士忌啥子 也很难听对吧 你说领导跟你说 那个路易十六 你带着皇家礼炮来下我办公室 而且刚才我认识水域 刚才商场那个水域其实也是花名 他们公司其实用的武侠人物做花名 就出发点就是领导觉得说 大家都叫什么王总李总阶级感太强 所以说用武侠人物打破阶级 那命名规则是啥呢 当然就是王总李总先挑 他们把什么张三丰啊徐竹啊 这些厉害的全给挑走了 就剩下水域这样的名字 就是你虽然不认识 但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好像不值得认识 不是 你说张三和李四出去开会 还听不出来个阶级 你说现在张三丰和水域出去开会 真的很难不知道谁是领导 然后今年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从哪儿学的 我们一个喜剧公司开始搞OKR了 说这个是谷歌就用这个方法管理的 我说那是不是说明这套方法在中国就行不通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OKR是啥 其实就是类似于KPI 就KPI是指标 OKR是目标 很多人说那有啥区别 就你们有看过赵本山那个卖拐吗 看过对吧 你要把轮椅 你要直接卖给范围 它是很难接受的 你要跟他说你的目标是双脚离地 他琢磨琢磨自己就坐到轮椅上去了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他本来说后来你争取今年每天写一个新段子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过段时间说 今年你要争取拿冠军 哎呀我说这个好啊 公司说拿冠军你应该怎么做 我说每天写个新段子 其实我们公司不用学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效果文化 效果文化 我们公司文化就是想要通过营造一种快乐舒适 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留住你 真的就你一旦适应了下午三点上班 你就很难再找别的工作了 以前我总跟他们说 我说危险 我说您别对我好点 要不然以后再找个金融的工作 现在没法找了 你说我下午三点去金融公司上班 同事说你是来收盘来了吧 大盘没你收不利索是吧 公司非常狡猾 公司非常厉害 就是整个工作 熬夜 喝酒 交织在一起 就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啥 让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以前我还推荐李淡理财神 现在我说以咱们这个生活习惯 我说我还是推荐你买保险吧 打开微信服务 找懂保险的腾讯微宝帮你选 而且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公司好 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公司的 还有一点就是公司还挺公平的 每年比赛你们也看得到 每年比赛重新排名 总共我们说 劝我们说你们要拿冠军 冠军会有更大的舞台 大家纷纷表示不想再努力了 最后最后再祝福 马上毕业了嘛 最后祝福毕业的朋友们都找到工作 对吧 有工作的朋友们保住工作 都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回来 有请编剧部主任何广志 谢谢谢谢 谢谢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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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公伦 大家再反应会我们就不用演了 谢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呢 并不是本场的主持人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导 抢了我的火 很久没有演出了嘛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领导的权力 强行给自己加了这么一个环节 就看得出来 我虽然不会当领导 但是会抢风头 他们说你会抢风头 就会当领导了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不光是这个穷人诈富了 还属于是小人得志了 所以在这个演出开始之前呢 我就先简单讲两句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是从小就有一个 给别人的开业剪彩的这么一个梦想 我就觉得别人给我地上剪刀的那一刻 我接过的就是大家对我社会地位的认可 所以说我今天既然当上了这个领导 然后同时呢也是为了我们编剧部再次营业 讨一个好彩头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来 上礼仪 他俩有点被全情结婚了的感觉 为什么 他俩有点被全情结婚了的感觉 我剪刀呢 我剪刀呢 再给我上个人上剪刀 然后你快一点吧 你快一点吧 你真拿我当礼仪小姐了 我才是真正的领导好吧 抓住自己的身份 这么不恶劲的力量 剪不剪了 剪剪剪 还没有说完啊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主题 同时呢也是送给大家的祝福 祝大家开工大吉 发红包了 有请礼蛋 大家好 你们是不是都 还是有幻觉的 纷纷地捡起了这个红包 对不对 以为有钱 就是纯纯地祝福 我们跟一家那个非洲公司是一样的 只有祝福 因为第一期请完了成龙大哥呢 实在是没有预算的 哎呀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多月不上班 这祝福都成啥的 王勉 我没有那么不想上班了 忽然这个是什么 工作不停歇 哎呀 开工大吉 哎呀 真的 人就是不能惯着 关时间长了呢 就都想上班了 大家好 我是李大 欢迎各位来到有海天好友 独家冠名播出的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从刚刚那个浮夸又特别简陋的剪彩仪式 看得出来 在家闲疯了 一直是居家办公 终于复工复产了 大家呢又能面对面的相聚在剧场里 非常的开心 这一期主题就是开工大吉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走上舞台来逗大家笑 所以我们也不要和我说 直接请出本场的压轴嘉宾 黄晓明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晓明 听说效果文化 复工复产了 首先 祝你们 开工大吉 哎呀 真的非常遗憾 不能亲自到现场 在这里也跟在场的老乡们说声 对不起了 没想到都到录制现场了 大家还是在屏幕里看我 也希望大家替我静一下地主之仪 一会儿听脱口秀的时候 多笑笑 让全国的观众知道 在闪东印 多好客 多惹气 多好客 多惹气 其实呢 小明哥本来今天是能来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园夜 时间一直调整 所以这次只能是隔着屏幕 给现场的各位 表演了 比较遗憾 但是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就不用遗憾了 反正本来也是隔着屏幕 给你们表演 我们公司呢 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才能录制今天的节目 一方面呢 是观众朋友们呼唤 脱口秀的夏天 正式回来了 另一方面 再不开工呢 就要倒闭了 我们公司现在除了快乐 一无所有啊 一大堆的快乐 马上就要全砸手里了 每天一帮人就看着彼此 就是笑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笑出来的 现在终于是复工了 复工以后 当然脱口秀演员们就恢复了 真正的快乐 都恭喜彼此 太好了 太好了 现在砸啊 砸在咱手里的 就只剩下忽兰 让我们买的股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时候也说不清 疫情和忽兰 哪个对我司伤害更大 开工大吉 我们聊一聊职场 这两年职场呢 有很多的热词 什么996啊 内卷啊 今天现场很多都是大学生朋友 还没有体验这些事情 别着急 会来的啊 裁员啊 什么的 每个职场人压力都非常大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嘉宾 智联招聘的执行副总裁 李强先生 下一位嘉宾 就是跟职场健康相关的 著名心血管内科医生 姚帅 帅 帅 姚帅都写在名字里了 对不对 然后姚医生来呢 也是帮我们脱口秀演员们看看身体 公司才几年 疫情战三年 好在员工的青春是无限的 跟我一起延迟退休 下一位嘉宾 是大厂程序员出身 叫水域 在互联网公司呢 做到了管理层 现在来讲脱口秀 江湖人称 忽兰2.0 跟大家打个招呼 今天呢 水域跟忽兰 两个人会好好的比拼一下 谁脱口秀说得更好 谁就留下来当忽兰 用你们的话来说呢 今天我们就把忽兰优化一下 迭代一下 看看谁能留下继续赚钱 谁又能顺利毕业 回馈社会 最后这位 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朋友了 Plasma大马时尚女装品牌 主理人杨天真 天真出了本职场宝典 叫把自己当回事 教给很多职场新人呢 非常多跟老板谈判的方法 很多职场新人呢 也确实是直接去践行 其中这些方法 成功地离开了职场 做老板也不全是 我们小明哥这种霸道总裁 也有我思成功这种虚弱总裁 每次员工问成哥问题 他都说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当听到员工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成哥也会特别开心地说 可不可以对外假装说 刚刚这个主意 是我们一起想的呀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水浴 大学一毕业呢 就去做个公务员 做了几年又去做程序员 在最年轻的时候 选择最稳定的工作 人进中年呢 又决定拼一把 非常的叛逆 没有想到这个叛逆 还有好结果 在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下 还没有被优化 说明了什么 说明环境可能还没有到 最恶劣的时候 当时 在过去连签证 都停办了的一年当中 从事这个出国留学 培训考试教育 真是给我焦虑完了 我们校长 都要去房产中介里做兼职了 我这边还一边备战 咱们的这个录制 还一边备我的语法课呢 我这边还主位一致 平行结构呢 我们校长那边 已经开始三十一厅 南北通透了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 说好的留学 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 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咨询呢 说 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殷实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 可能是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 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的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 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哪 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课程啊 家长说 佟老师 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删户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 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 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讲着狐家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就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动物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老虎心想说 是 这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旁边打猎路过的曹冲 兴致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说 是这儿掉起的啊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木南这个知识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 找 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木南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 老师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 说来也巧 找着了 以为多难找呢 我就给你确诊了 好吧 后来当我注意力 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可以 以毒攻毒 用幻想来治愈我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我看着进化论 我就在那儿想 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最早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 因为我光想想 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每天就得美滋滋啊 我一口气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 这是什么样的阶层跃迁啊 I am a human being 飘了 膨胀了 看见猴儿心态都不一样了 随手就扔一个香蕉 吃去吧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会 我永远是那个压轴出场的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童某男 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 力 行 走 那个时候 我相信 我内心一定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 心满意足地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周西莫 其实本来在后台还挺紧张的 但是 看完郑爽老师表演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郑爽老师别生气啊 我是 没有没有没有 默人默语是吧 默人默语 一会儿不给我拍灯 就是生气了啊 今天是 话题是遗憾 对吧 遗憾 那我就必须得跟大家坦诚 我前半生 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爸妈没有在我身边 当然我讲这个事情 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不是你们造成的 不会怪你们 就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他俩很小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然后呢 又特别忙 就把我送到了我姑姑家 我从小是在我姑家长大 但这就让我很难写作文 因为小学的作文 大家都知道 经常是写什么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每次一写我爸爸 就问我姑 我说 姑姑我爸以前啥样啊 我姑就给我讲 我爸怎么上述偷鸟蛋 小的时候 我就在那记 我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人 然后交上去以后呢 老师一看 说你这个作文呢 写得倒是挺生动 但怎么总感觉是 先有的你 再有的你爸呢 怎么写出上帝视角了呢 更难写的就是我的妈妈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她两三年能见一次面 就不错了 她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所以别人写我的妈妈都是 我的妈妈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笑起来像月牙一样 我写我的妈妈就是 王霞女 1963年生日 汉族熟兔 交上去以后 老师一看也就明白了 所以他下次布置作文的时候 就是说 同学们 我们还是写我的妈妈 写我的妈妈 然后周期末啊 你写难忘的一件事 然后从小 我妈不在我身边 这就导致 我长大以后啊 就找女朋友的时候 很想找一个 比我大很多的女士 就是一种补偿心理 你知道吗 就别人家女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都是插上蜡烛 在那唱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到我这儿就是 但现在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 我就发现 也不能再照这个标准 去找下去了 因为再这么找下去 这个女朋友可能就也不是大 而是老了 对吧 就可能我演出之前 跟我女朋友说 我要走了啊 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 你现在不是牙口不好吗 你记得吃 我说 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 而且这种成长经历呢 还让我现在看不惯 有一些家长啊 威胁孩子 就你们经常能在街上看到 有的时候 一个大人在前面走 后面跟个小孩 是吧 然后大人在前面 就特别凶 然后不要你了 听不见 别跟着我 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 不听话 不要你了 别跟着我啊 然后你看小孩 在后面嚎 跟个僵尸一样 我天 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你别这样了 对吧 大人只是在 纯粹地发泄情绪 孩子都知道 挽留一下 孩子都知道 爸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要再试一试 对吧 关键这种就是 大人在完全利用 孩子理性上的不成熟 你知道吗 他意识不到 这是个威胁 但凡他能意识到 就会很尴尬 是吧 我走了 听不见 不要你了 别跟着我 不要你了 不听话 不要你了 谁反悔 谁孙子啊 等着我妈给你离婚吧 是吧 儿子 但是这种成长上的遗憾 其实是双向的 我爸现在也很遗憾 他就遗憾 我小的时候 没有陪在我身边 所以他现在就特别想补偿我 比如他会背着我 偷偷给我买衣服 然后等我回到东北老家的时候 拿出来 给你买了件衣服 好不好看 一般情况下 我看到这种衣服 都只能是假笑 挺好看的 他立刻就能看出来我不喜欢 然后就开始催眠我 好看 是不是啊 多好看呢 是不是好看 好看 好不好看 是不是好看 这图案是不是好看 然后我在那 好看 越看越好看 好看啊 以后给不给我养老 啊 给不给我养老 养 养 养 关键在我爸眼里 就什么衣服 好不好看 流不流行啊 就看上面 有没有英文字母 他也不管写的是什么 有一次给我买一件衣服 上面写着 I'm a single lady 我说爸 你知不知道他写着啥 他说啊 不知道啊 I'm a single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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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 毕阳思吗 我说爸 你这看得还挺杂呀 是吧 这个像是我写的 我今天在这儿讲这么多啊 大家可能觉得 我只是在这儿讲一个遗憾 其实还真不是 因为自从我讲了脱口秀以后 发现这种遗憾 也可以是一个礼物 正是这种小时候 这种成长经历 让我现在变得敏感 细腻 善于观察 才有了做喜剧 这么一点点先天条件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一个新演员过来问我 说写的段子不好笑 怎么回事 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你的原生家庭有点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张浩哲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巧了 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就看我俩谁准备的不够好 行了 我不在这儿矫情了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 都得等着他在那儿 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 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 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 没事 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 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 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我也这么选择 还有人坐地铁也特别矫情 我有一次呢 在北京急早高峰 我刚一上车呀 车里就有一个人说 挤什么挤呀 别挤了 然后我说 怕急打车啊 别坐地铁 然后他沉默了 我感觉他的心刺痛了 别看他表面上在那刷着手机很淡定的样子 但他心里肯定在想 真的没有办法反驳呀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有范儿 因为当时我嘴里有两粒一达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能比我更口吐芬芳 我就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嚼情 因为在北京地铁里你要能这么拿手机呀 这都不是最挤的时候 对吧 真正的挤 你手机得这么拿着 你的眼睛跟手机没有任何的角度 你都不知道在给谁刷 感觉在给后面的人刷 看到哪了 看到哪了 翻页吗现在 翻页吗 翻页吗 哪站下 下着前给我讲讲呗 我说到矫情啊 我有一件事一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矫情 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就你们有人跟别人拼过生日吗 我拼过 拼生日 因为我之前入职过一家公司 会给员工过生日 我的生日呢 是5月31号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刘畅 他的生日是5月21号 但是在我们主管看来 哎呀 都是5月末吗 就一起过了吧 他就选在了5月25号 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他为了不得罪两个人 而得罪了两个人 太硬了 太弹了 然后到了25号那天 主管从外面订了一个蛋糕送进来 蛋糕大家都知道 上面一般会有一个盘 写着祝某某某生日快乐 但这就是拼生日的尴尬 就那个盘它有自出限制 它写不下 那天那个牌上啊 写的不是 祝周期末和柳畅生日快乐 写的是 祝二位生日快乐 二位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然后蛋糕端过来 大家就开始给我们点辣 给我们唱歌 当时在歌声中 在烛光中 我就感觉那天是我的包办婚姻 因为我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别人安排 这个日子是别人安排的 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也是别人安排的 还要过多久我都不知道 一辈子嘛 然后吹完辣以后 就开始切蛋糕嘛 这个蛋糕也很难切 因为那个蛋糕啊 比蛋黄派大不了多少 还要切成十一等份 后来还是一个 懂微积分的同事 过来帮他忙 在旁边算了半天 有解了 第二年我从公司离职了 就因为有一次呢 我跟刘畅在外面聊天 然后他在那抽烟 又快到五月了 咱俩得走一个吧 我说行不行行 我走 我走 关键是直到现在 还会有前同事给我发微信 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期末生日快乐呀 我就给他回 你记错了 我不是二十五号生日 刘畅才是二十五号生日 然后给他过 而且关于生日呢 我一直有一点不理解 就是生日愿望 为什么要默许 我就觉得生日愿望 应该说出来 尤其在你经济 没有独立的情况下 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 可能就坐在你周围 对吧 比如你过十八岁生日 你就在那许愿 我想要一个iPhone12 一整眼 发现你父母在那 许完了吗 完啦 最辣吧 最辣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过来 我们这比赛非常激烈 但比比赛更激烈的 是网上骂我们节目的声音 我还给同事提意见 我说要是大家都这么骂 要不然咱们就直接把 宣传文案里的看都换成骂 这多吸引人啊 周二周三晚八点准时来骂 会员抢签一周骂哦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做个喜剧 怎么能把人气成这样呢 我想喜剧这么厉害 你说诸葛亮当年弃周瑜 要那么费劲吗 直接给周瑜看投球大会啊 什么红星战 水战 火战 十万大军都不用 五十六个人 车轮战 周瑜那爆脾气都活不到 车轮战结束 最后四位领先员商量 我们决定复活周瑜 我妈都给我打电话 她说 李旦干的啥事啊 那张大伟也是的 我说妈人叫大张伟 还有那个私信说 你们那个领航员 我说那叫领校园 我说这都是什么呀 领航员 张大伟咱看的是一个节目吗 我妈就是在网上 看见有人骂节目 心疼儿子 说看看咋回事啊 看着看着上头了 就跟着一起骂了 我爸都多少年 没把我妈气成这样了 不得不说还是李旦会惹女人生气 而且我妈喜欢的演员可多了 动不动看完一起说 哎呀这个怎么淘汰了 哎呀那个怎么淘汰了 我说妈这是比赛啊 比赛就会有淘汰啊 给她说生气了 哎呀你怎么还不淘汰呢 还有一些热心观众 帮演员伸张正义 在网上说 投票大会明年别办了 我可谢谢您来 这都不是伸张正义 这是要斩草除根啊 而且啊 我对网上批评我们的态度 就是得让人说对吧 我们不能总吐槽别人 还得让人吐槽嘛 而且娱乐圈能让吐槽 而且没什么抵抗力的 也就只有脱口秀了 对吧 关键是我们自己也不老实 人家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我们是爱惹事也怕事 惹完事人家一反击 我们再去惹下一个事 对我们来说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说 透口秀没啥粉丝 全是观众的吧 观众说还是多关注 关注一人生活吧 远离一人作品 太危险了 虽然说我们没有粉丝 但是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 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科技 六克原生高蛋白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脱口大会 节目评分还高一点 我最近经常看那些剧 我就发现那个剧里面 偶像弹幕控屏 那些粉赛得找角度 想词 帮透口秀演员 发弹幕控屏 多容易啊 你只要哈哈哈哈 就这样都不愿意 经常满屏的 不好笑不好笑 我就搞不懂了 那微信里面 天天哈哈哈哈 怎么一看个透口秀 就不愿意哈哈了呢 那微信里 一个个可愿意哈哈了 我就问朋友 我说明天吃饭 那地儿定了吗 他说哈哈哈哈 还没 我说你有笑的功夫 是不是都定了呀 还有朋友说 懂了 我去节目 跟你刷弹幕 跟你刷哈哈哈哈 不好笑 还有人说 呼啦 你们以前好笑了 我承认对吧 的确没以前好笑 但是不是 我们也没以前爱笑了呀 大家都不容易 前段时间 我有一个四五年 都没联系的前同事 让我帮他找工作 他不知道我做这个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 我说透透的视频 大概意思就是 我在干这个呢 不在互联网了 他看完理解错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你这么不容易啊 在他的视角里 相当于是 他找我借钱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 我在要饭的视频 听到这儿 观众肯定好奇 说你说半天 你到底是站哪边的 没有哪边的吧 其实咱们都是一边的 咱一边人 就不互相骂了 最后最后 还跟大家分享两句 阳公彩黄小白马里的 那个歌词 叫生活是笑话 别哭着听他 别在意耿垮 不乐是咱傻 你看写得多好对吧 要不然就是张大伟 谢谢大家 耳末末朗 我们这些演员 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 出去一工作 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 和这些流量 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团有粉丝 流量一进去 你粉丝 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 我通通听见 有人在说 这谁啊 这谁啊 他说 没事 先派来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 想弄一个内部的脱油大会 下面坐全让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那得抒发呀 他说哥 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 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 员工上去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再一一道歉 比脱油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是有稿的 后面的反驳跟道歉 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说 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这魔忌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说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 我在上一家公司 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公司还出了个题 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啊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 你刚才来的时候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排骨才12一斤 你现在20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 老板还总问 说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涨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 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甘了你随意 你甘就甘吧 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个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消耗了1500大卡 我们消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消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消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 再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 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 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 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采的 这是腾讯采的 我还问建国 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采的干啥 建国说招财进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壁偷光嘛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凿壁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 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 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 驱逐良币 老板觉得 好 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 说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一些人躺了 说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 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 今天这题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 应该是问问公司 坦和局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罗永浩 谢谢 我是一家著名的手机公司的创始人 在公司全盛时期呢 我们一度差一点收购苹果公司 但是后来经营出来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后来呢 我就欠了六个亿的债 在后面呢 就到这儿来做脱口秀了 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 好 这个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我这辈子呢 一天都没有做过脱口秀 一场都没有做过 但很奇怪的是 多年以来 我一直被认为是 在李旦崛起之前 中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一直有这么一个误会 所以呢 今天大家即将见证一场奇迹 就说我作为一个成名将近二十年的老一辈传奇脱口秀演员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献上一场我的脱口秀的处女秀 手就 为了 还有开灯 哦 做这张号的 为了郑重其次 但是我给这场诡异的脱口秀活动呢 在家里还很正经版本的起了一些名字 我想第一个名字呢 说一个正常人 欠了六个亿债以后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 但是人家说这个有点太惊悚了 当然今天活动我们要处理的应景一些呢 也可以改成欠债六亿不用愁 蓝河养奶来解忧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出来做事 作为一个社会人 就显得情商特别的高 因为大家知道 今天这是一个礼担的主场 今年这个现场啊 只要有嘉宾上来夸蓝河棉养奶 那就比夸礼担的奶奶还能让她高兴 所以呢 全部包裹 一个人呢 欠了六个亿之后 六个亿的债务之后 她的生活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欠过是吧 没欠过那么多 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比如说我妈 我跟她一辈子了 应该我很熟悉她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反应 她就说 她之前知道我状况不好 后来得知六个亿 看了新闻 就给我打电话 以前呢 她因为儿子比较胖 总是告诉我 不要吃宵夜 高热量的东西 不要乱吃 不要乎吃海山 但是六个亿新闻出来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说 你以后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 也比较奇怪 她在家焦虑了很多天之后呢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 要不咱们也去美国 就别回来了 然后每周都说回来一次 她说就别回来了 然后我听了就很奇怪 我说收购苹果这样的事 我们能不能往后犯一犯 缓一缓再去 好不好 她就拉长了脸 不高兴 我就哄她 我说好不好吗 最后我们就没有去 是吧 没有去 然后呢 我的朋友的反应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 经营不散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呢 他们很多欠了我钱的 就拼命在凑钱 筹集钱 说赶紧还了 帮老罗解忧 但是传出六个亿的消息之后呢 他们说就先别还了 我们这点钱还了 好像对六个亿也 于事无补 我当时虽然急着用钱 但听完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竟一时无法反驳 是吧 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呢 欠了六个亿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子 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原来有个公司叫老罗 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呢 我从事这个直播业务的公司 叫交个朋友 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交个朋友 那么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这个还债期间有一次 得了一场疾病 其实就是闹肚子 不严重 肠炎 然后在医院住了两天 夜里浑浑沉沉醒过来 打开手机一看 有一百多条来自朋友的问候 短信 我就很感动 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 来自债主朋友 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我当时看 但他们问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说老罗你还在吗 你还在吗 在吗 你怎么不回我 你还在吗 完了我就给他们回 我说我还在 别慌 完了以后他们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 我说不用 马上就出院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来看 我说别来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去 我就火了 我说讨厌 他们说你才讨厌 就让人家来看看嘛 后来没办法 就让一些人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些人来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边 跟我说话的时候 老摸我的脉搏 是吧 老摸我的脉搏 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 这六个亿的债务 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吧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像年轻时候一样 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立志的书 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是吧 然后在家看书的时候 就发现 那些什么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血啊 还有什么毒鸡汤啊 还挺管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于是呢 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稍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 我只要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去还债 社会或公众 就给我一个相应的认可 我这么善良地想的 是吧 但后来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很复杂 比如说我为了还债 做了带货直播 目前号称抖音 带货一哥 是吧 在中国排进前世 这很了不起了 14亿的人口的国家 做任何一个事情 进前世 虽然不如前三过瘾 惯亚继君嘛 不如前三过瘾 但四大天王也挺过瘾的 是吧 我就是中国带货 四大天王里的老师 是吧 然后我做了这个呢 很多人就骂我 说投机分子 哪热就往哪凑 就是个投机分子 什么理想主义者 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是欠债还钱 肯定是要赚快钱的 哪热往哪去 有什么错吗 你们说有什么错吗 没有 肯定没有错嘛 但是我背着一身债 难道去做回报周期 特别长的项目吗 比如说三十年后 我终于发了大财 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联系还债 有一些中年的债主朋友 可能已经不债了 我告诉他还债 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给他发短信 我说还债吗 债吗 还债吗 你懂的是吧 所以我又启动了另一个 就是我年轻时候 有机会做没做的 就开始接广告代言了 接完了以后 有很多人骂我 说不要连 连游戏广告都接 罗永浩 你成了你年轻时候 最讨厌的人了 我就很奇怪 我年轻的时候 谁会讨厌 给游戏代言的人呢 我们讨厌的都是不让我们玩游戏的老师 对不对 我想起我们那时候陈老师 我们学校的 他说不让我们玩游戏 学校附近有个游戏厅 回家的路上可以进去玩 他下班闲着 没事还进来抓我们 抓完了以后 给我们叫到外边 当着很多大人面 训斥我们说 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孩子 是吧 拿着父母挣着血汗钱 到这儿给游戏公司 罗永浩 我说的就是你 你有本事 你有能耐 你挣游戏公司的钱 给你父母送去啊 陈老师 我做到了 欧益 好可爱 后来呢 我拓展业务项目 也开始来录综艺节目了 很多人说 我又从一个体面的企业家 为了赚钱 成了一个 跪下来赚钱 不要脸 我就很吃惊 什么时候 企业家比人民艺术家 高人一等了 这都什么价值观 非常生气是吧 何况 我可是 还有一些人呢 支持我 听我的 我看了更毛骨悚然 更吓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成年人啊 不管不过的 埋头赚钱 一门心事赚钱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大的成熟和体面 这话我看得也很奇怪 我怎么就 不管不过的赚钱了呢 我赚钱都很谨慎呢 我录综艺节目都很小心的 录的都是脱口秀大会这样 非常有水准的综艺节目 我也没像这五位领校园中的 至少三位一样 什么破节目都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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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我又听说 给那些有钱的财主 大款们 家里这个 做婚商嫁娶啊 结婚啊 葬礼啊 什么的 去做主持人也能赚很多钱 完了我说 那这个我也可以考虑 我就跟媒体说出去了 这次说完了 那些骂我的四里眼 可能最后彻底崩溃了 这可能突破 他们想象的底线了 然后就不再骂我了 就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但是我说这个是严肃的 我可以做的是吧 可以做的 最后说点开心的 这个死于2018年年底的 六个亿的债务呢 到今天我们已经还了 快四个亿了 很快就还了 再四个亿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未来一年应该也就差不多 还完了 就算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我是行业明灯吗 永远会有意外 所以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可能也就是个半年一年的事 是吧 所以没问题 当然未来我们人生道路上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人民喜剧艺术家 我和我那些优秀的同行 是吧 我们都会严格遵守一个 我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 那就是 我们不管怎么样被曲解 被污蔑 被侮辱 被伤害 作为一个人民喜剧演员 永远要面带微笑 永远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是这样 好 好 谢谢 另外 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呢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给你们道一个歉 我缺这么一个机会 给你们道一个歉 是吧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 等我们这些债务真的 全都还完了之后 可能会拍一个纪录片 来纪念这一段 诡异的人生旅程 是吧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 真还传 这个谐音梗呢 海元老师和建国老师 对此意有贡献 好 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想对在网上最后 看到这个节目的广大 节目的观众们说一句 欢迎就我 以上提到的几项核心业务 就是直播带货 综艺演出 广告代言 婚商家局主持 旺铺开张 剪彩等等等等 如果有需要跟我们团队联系 会给你服务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 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我有时候 想钱都想瞎了心了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 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 说你都是进啊 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 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 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零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说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那个 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这个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零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零啊 头上啊 这个也零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止咳的啊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啊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 当时那个柜台上 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零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零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开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 拿走过感冒零 当时想怎么呢 现在买钥匙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 给我 不是钱 感冒零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火太棒 你知道吧 你这个特效药 你去一下火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之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 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你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想有什么病啊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 是吧 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飘渺 到了第十句话 然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于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都叫干啥 哪会赶猫铃 给你不就完了 干火有点忘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对吧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碗英语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 前几次读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 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 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种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 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这个软件的音效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啊 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估计在这个时候肯定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爸妈不给我在派的里 装上五腰套个在线青少儿英语 哎呦 我的第一次见证 我也是 太难见了 百年一见 那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时时互动 视题还不要钱 为什么不装 否则现在哪至于这么尴尬 当然这都是我猜的啊 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当时就是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我喜欢冰冰 你喜欢冰冰吗 他就老外 耶 我喜欢冰冰 我喜欢什么 你喜欢 我喜欢冰冰冰 你喜欢冰冰冰 Well 先 before 你 esaid 你什么服备冰 k 我真的した 我真是有点害怕 这种大型的比赛 因为我骨子里 其实是一个特别 胆小怯懦的一个人 这可能跟我的大学 有一定的关联 我当年的专业也是英语 而我的大学呢 叫做这个 北京体育大学 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 那真的是 连跳剑美操的都看不起我 我们学校就没有什么 学的概念 只有练的概念 我第一天访校 我就感受到 我们学校的这个 学习氛围 我们有76万平方米的校园 有一百多个 国内外持人的训练场馆 但是这个教学楼 只有一个 真是沧海一宿啊 我当年这通找啊 那种感觉很玄妙 就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学习 我也不太好意思问 我说那个教学楼在哪啊 地面说 同学 你去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运动 校园里分泌着那种肾上腺激素 还有荷尔蒙的气息 运动中的呐喊 也是此起彼伏 只有我一个人 拿着本词汇书 哆哆嗦嗦 这abandon 北体有一个好处 就是塑造了我现在这种 谦逊温和的品格 有时候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发现自己谁都打不过 人也就不由自主 变得温顺有理了起来 真是人性的温床啊 那四年 我是一天比一天有礼貌 每天在学校里 就是嘘寒问暖 助人为乐 其他同学也很诧异 说这奥运会也过去一年多了 怎么这还有志愿者啊 在北体上度过了怯懦的四年 我就成为立名英语培训老师 教的科目叫做美国高考 就这个职业 也经常让我感到惶恐 因为我要陪着我学生 一起去美国参加考试 美国这个治安 可能你们也知道 就我跟我学生一起走在 纽约的街头 真的是走出了一种 羊入虎口的感觉 因为我学生实在是 有点过于天真和英识了 就那一身奢侈的品牌 从头到脚 那夺目的大logo 然后拎着个箱子 还是跟潮牌连名的 我真的吓坏了 我感觉那个流浪汉 眼睛都开始冒绿光了 我说你这个普拉达的毛背心 要是不能防弹 你就不要穿了呀 你搞得老师很没有安全感啊 老师在国内现在设保了 不知道上到哪里去了 哎呀小伙子 那一身穿的 浑身都散发的那种 用人堕落的气息 仿佛在对街边流浪汉说 Try me Try me I have all you need I have all you need Just try me Leal Martin 你听就是个很街头的名字 他掏出来两张盘 问我俩的姓名 又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突然间神色一变 一张盘二十美金 不给不行 就名字都已经给你写好了 我一下就知道完蛋了 我说这真的擦不下去了吗 哥哥 但是在那一刻 我又明白了一个真相 就是你 如果足够天真和懵懂 哎 你就能够战胜你的怯懦 因为你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出来啊 我学生满脸欣喜 说老师你看 多么动人的街头艺术家 多么美好的纪念品 然后他竟然问了一个 那个说唱大哥 我估计他踏入 强迈强迈这行以来 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问句 How many do you have 大哥说 Pardon 他都被问出幻觉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是在曼哈顿 还是在义乌乌的批发市场啊 他都有一些局促 说 今天出来的 也是有点着急了 就带了二十多张 我去听说 那感情好啊 这不巧了吗 我们班正好二十多人 人手一张 好吧 今天你就给我写 把你这马克笔给我拧开 今天算你赶上了 我的小马丁 给我写 先写给我女朋友 Jennifer Dear Jennifer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怎么这个forever还不会拼啊 FOR EVER 你们这个说唱歌手 也得加成文化修养 好吧 接着写 Dear Maria I know you are Jennifer's friend But may I have a dinner with you 接着写 李小亮 Your球鞋 is fake 现在我同步来写上去 大家好 我是不来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 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你经常 真的这样的 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哎呀 自己一个人好孤单 好难受啊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 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 听那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 听到什么 情了爱了 哇一下就哭了 你都说不光听了 情了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你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 就是你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发现男生 从小就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 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 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 哇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 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不时候 是不是应该上去 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上去 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 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 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 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 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 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 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就传成真的了 你图啥呢 那时候还没学过 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 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的吧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就知道 不能通过捉动的方式 来吸引姑娘嘛 就开始用一些 什么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就开始 有一些过急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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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 为了吸引姑娘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阳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兆寺 在那边争取斗艳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 跟我说 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 踢球好的 不是你种把海比赛 才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那姑娘怎么夸你吗 说昨天太帅了 八合比赛 一使劲拉倒了对面 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 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 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 就你跟其他一些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真是每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给姑娘 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和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忘忍 最多容易吐 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就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去一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人就好 刚才欣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 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欣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欣姐就是 低估了我们男性的任性 欣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呀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欣姐再发一个 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 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就真的求求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 温柔的 最重要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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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乌兰这个三我是真的要不起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今天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就没出过对象 好多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车间上班 一千多个老爷们 你都找不着对象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虽然是我们车间 唯一的女生 但我们车间 唯一一个 做了韩式半永久文媒的人 不是我 这哥们太精致了 真的 他每次见到我都趾高气昂的 还教育我 女人嘛 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我这些年 最稳定的一段感情 就是追星 这比恋爱潇洒多了 我觉得 因为这段感情 完全不需要对方参与 但是大家跟恋爱比起来 对追星还是有偏见 就我每次去看演唱会 如果告诉周围的人 我去见男朋友 大家还会鼓励我 一滴恋就要多沟通 你要是跟他们说去追星 好多人就开始酸了 真有钱呀 有钱没出花是不是 每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要很耐心地跟他们解释 很非常耐心 对啊 有钱 羡慕吗 我觉得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周围的人不是总说嘛 一个人谈了恋爱以后 智商就为负 追星压力会很小 大家最多说我脑残 我是一个独立追星人 我的主要活动 就是独自去看演唱会 有一次我刚买完 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山顶票 然后我晚上就梦到他们五个人 站在我面前 就说了四个字 到前面来 我醒来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山顶票卖了 买了一张钱牌票 我还安慰自己 钱没了 可以再赚嘛 他们想见我 可是见一面少一面 真的 那次演唱会啊 下大雨 我站在那里看演唱会 感觉都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 我就是在看一个水幕电影 一群人穿个雨衣 站在雨里 摇着荧光棒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交警来查酒驾了 然后散场以后 大家那个劲过不去 摇着荧光棒挤在地铁里还在唱 终点站到了 我们就开始哭 啊 时间真的有终点 太难受了 周围的乘客都懵了 还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还得解释 没有 就是看了一场55度的浓香型演唱会 后劲太大了 有点上头 其实追星和恋爱一样 我也特别希望自己这段感情 得到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每次看演唱会 就会给我妈发语音 妈 你听 多好听 我以为我妈能听到那个唱歌啊 要么就是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我妈只能听到 我自己一个人的尖叫 啊 我死了 啊 命给你 我妈每次都以为我被绑架了 而且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反对这段感情 演唱会的票你买不到 追星的价你请不到 买周边的钱你又挣不到 像我这种又穷又丑 还对他们死缠烂打的女孩 这些男明星的妈妈 能不能出来说句公道话 拿了这500万 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而且追星你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啊 偶像走什么路线 什么定位 新作品 怎么搞宣发 怎么维权 真的 我自从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跟我们车间主任说话 都非常有底气 我说领导 我作为我们车间上升期的小花 资源也太差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事 没有插车证也有电工证 我什么都没有 还有啊 不要再让我去参加 车间的相亲活动了 我 赵技术员 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 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 多关注我的作品 更难的是 你跟粉丝们喜欢同样一群人 但是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有差异 就有一次我去看演唱会 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刚一坐在那儿就开始补妆 还问我 你说阿信会不会喜欢 我的口红色号呀 我说姐 咱俩今天是全场倒数第二拍 咱俩在他眼里就是两个马赛克 演唱会开始以后气氛特别嗨 又跳又蹦什么的 但是我那天有点不舒服 我跳了一会儿 我想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刚坐下来 他就喊我 站起来 阿信让你坐下了吗 我说姐呀 那上面是个舞台 又不是个讲台 阿信又不是我高中班主任 会跟我说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倒数第二拍那个小慧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 你跟不上节奏 明明知道今天有演唱会 昨天为什么不遇系 演唱会还会说一些 很煽情的话嘛 然后阿信就在台上 特别温柔地说 大人的世界其实很好 你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巴拉巴拉的 我都快哭了 旁边那个女生跟我说 咯 拉倒吧 我都快三十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 你有男朋友吗 我情绪整个都被他打乱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阿信让你焦头接耳了吗 我觉得吧 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不难 就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